被指抹黑新疆,過億巨制無得上映 被譽為中國第一部西部大片,投資過億,0號執導的無人區,本預計今年春節當期上映。 但影片一拖再拖,近日國家廣電總局審片委員會宣布, 無人區違反生活真實,人物太灰暗,故事色調太黑,通過不了審查。 但有消息指,無人區被禁上映是因為電影以新疆為背景, 故事講,律師黃海遇到殺人劫貨,走私販毒的少數民族,公安就愚蠢無能, 被人感覺西部壞人當道,無法無天。 當局擔心電影會激化新疆民族矛盾,所以不讓上映。 無人區的導演,32歲的0號曾執導瘋狂的石頭和瘋狂的賽車,近年人氣很強, 今次這套無人區很受注目,誰知會被封殺。 香港電影人羅禮賢有份參與無人區的特技製作, 聽到封殺的消息覺得很可惜,希望套戲最終可以解禁, 不要浪費了大家的心血。